嗨,大家好,我是笛子猪 也就是你们孩子口中常提到的笛子小猪 今天我要跟你们分享三年级一月份的课程 这个新的一周呢,我们会有一个小小的周会 这个周会呢,可以让孩子们可以复习一下 班规,还有设定一个新的目标 隔一天呢,会有孩子最喜爱的操场日 到了第二周呢,我们会有上的是英文课程 会教孩子们爱好带来的好处,以及怎么样分配每一天的时间 来善用他们的空闲时间 不是用来按电话 第三周呢,我们会教孩子们管理到营养素、健康以及清洁 第一周的核心呢,是不卫生 会带来疾病,疾病会带来纹芒 纹芒会导致贫穷 记得要洗手哦,不然长大后会很穷 现在一个星期,我们也会教到科学的营养素 还有多余的Daramamasa 当然Mamasa会影响食物的营养素哦 第四周,我们学华语 在华语课里,我们向动物学习 在动物身上,我们学习大智慧 来解决生活上的小问题 我们也会学到平安的亲情 我们会教孩子们怎么样发现 你们为孩子默默的付出 来到了新年 除夕到初三,记得不要来哦 因为我要去分红包 除夕的前一天,我们就安清 公司开课,学生都会在学校大团班 下午餐回来 除夕前一天,还有初四的Addenal很重要 所以你们一定要让我们知道 不要语读不回 试完新年比后,我们教孩子保护牙齿 这个结合到我们科学的第三课 会教孩子牙齿的种类和结构 以及如何保护它 一个美丽的笑容 从皮肤健康的牙齿开始 给你们录的第一支影片终于完成咯 拜拜 在新的一年里,祝我们合作愉快 还有年年发大财 记得按赞咯 彩神道 登登登登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